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1号发布的数据 法国24小时新增确诊患者超过2.3万例 虽然医疗系统尚未面临巨大压力 但住院患者和重症治疗患者的数量仍在继续增加 最近7天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维持在4.3% 虽然疫情形势依旧延均 但在7月31号当天 包括巴黎 马赛 里昂 林尔 斯特拉斯堡等法国多地 仍然爆发了反对疫苗和反对政府 扩大健康通行政史范围的游行 而这已经是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 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法国内政部称 7月31号当天 巴黎有大约1万多人参加游行 法国全国的抗议者遍布约150个城市 纵人数超过20万人 当天 巴黎部署了大约3000名警察维持秩序 但抗议者与警方依旧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抗议者 法国内政部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巴黎警方已逮捕了10名抗议者 其他城市也有9名抗议者被捕 据悉 在今年7月12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从7月21号起 12岁以上法国人 进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娱乐场所时 必须持健康通行证 从8月初开始 健康通行证的使用范围 还将扩大到餐厅 购物中心 飞机等公共场所 健康通行证包含持有者 已接种新冠疫苗或核酸检测结果 呈阴性等信息 马克龙同时还宣布了 将采取包括强制医护人员 接种新冠疫苗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法国议会7月26号通过了相关法案 纽约时报评论称 马克龙政府的意图是压住新冠疫苗接种进度 避免法国陷入新一波疫情爆发和封城 如果经济再度停摆 那么他明年大选的胜算就将大打降低 不过这也是一场堵住不小的堵博 毕竟在法国人和餐馆里的美食之间 强行设置一张健康准入证 这不可能没有巨大的风险